今天我要用冬瓜和豆干来做一道 素食家常菜料理 大家好,我是Kissing 欢迎来到Kissing Wong TV 我的频道主要是要向大家分享一些 素食料理家常菜的食谱 你是不是跟我一样吃素 还是想一看吃素我朋友都怎么吃呢? 那你一定要订阅这频道哦 特别是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还可以影片点个赞哦 那我们现在就来用冬瓜和豆干 做一道素食家常菜料理吧 准备一块冬瓜 先来切拌 冬瓜 对饭切后 这里再切条 再把冬瓜的皮切下来 冬瓜下完皮后 切成大约1公分的厚片 再来把种子切掉 把冬瓜放入盘中 准备两片豆干 准备两片豆干 现在来切 先切片 排一排 再切成丝 碎的部分 倒入咸 面包在碎下 切成大约1公匙 切碎 面包在中 切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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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裁碎 以後把頭部去掉 這裡切片 切完片後排整齊 來切絲 再來切碎 把紅蘿蔔放入盤中 準備三朵乾香菇 用溫水泡軟 準備一條杏鮑菇我已經清洗乾淨了 現在先切片 再切條 再切碎 再切碎 把杏鮑菇放入盤中 準備一根西洋芹 先把根部去掉 這裡切成小段 這裡切成小段 再切條 再切碎 把芹菜放入盤中 準備大約150克的豆包漿 豆包漿可以到塑料行買 把切好的芹菜 紅蘿蔔放進來 杏鮑菇 豆干 半茶匙 半茶匙的玫瑰鹽 半茶匙的二砂糖 一茶匙的醬油 胡椒粉濕量 放入烤油 可以把配料 配料 配料 可以先冷凍 分装成小包小包的 要用到的時候 退冰 退冰之後 它變成一團一團 沒關係 再把它切開 調味料攪拌均勻後 可以先放旁邊備用 取一塊冬瓜 把餡料放在冬瓜上 像這樣子就可以了 冬瓜都鋪上餡料了 現在拿去蒸 熱一鍋水 水滾了之後 把冬瓜放進來蒸 開袋子 大火蒸15分鐘 準備10克的薑 先切片 再切絲 再切成薑末 把薑末放入盤中 香菇已經泡軟了 先把水分擠乾 把香菇切絲 把香菇放入盤中 鍋內放入少許油 油熱了之後 放入薑末 把薑末炒香 薑末炒香 薑末炒香後 放入一茶匙的二砂糖 把糖炒至 焦糖色 等下 半茶匙的二砂糖 把薑末炒至 阿圆略炒一下 放香菇水 醬油一汤匙 适量的胡椒粉 把调味料炒匀 调味料炒匀后 来一点勾芡 煮至醬汁变浓稠 就可以停锅了 时间到了 关火 把冬瓜夹出来 醬汁煮好后 把它淋在冬瓜上 最后用些枸杞点缀 最后用些枸杞点缀 就完成了 哇!素肉末蒸冬瓜完成了 冬瓜的创新变化 吃起来特别有新鲜感 我很喜欢把冬瓜拿来蒸 因为这样做的冬瓜很鲜甜 很美味 再淋上香喷喷的酱汁 口味更有层次感 太好吃了 非常感谢大家 还能够停留到最后 我的频道接下来 都会向大家继续分享一些 简单上手快速上做的 素食家常菜料理食谱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那就立即订阅这个频道 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还有给影片点个赞哦 我们下集见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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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